我们要教你如何去做资料清理 当你要做文字类型的清理 你要怎么做 有几件事是你一定要做的 首先重复性检查 这是用排序法 这个第一笔资料它是一 第二笔资料它是二 那最后一笔资料是多少 那如何到最下面 end这个按键在你键盘上 接下来再点往下的方向键 你就到最下面了 所以请问一下 最后一个编号是不是10000 那这一个10000它其实落在第100001 所以我们就说它没有编号重复 对不对 不对 这是最基本 第一个你要先从头到尾检查 你的第一个编号是1 最后一个编号是10000 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证明它有没有重复 所以你要做第二件事情 首先点到A 第二 常用 底下的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是第三个动作 第四 新增规则 然后第五 指格式化唯一或重复的值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重复的 不是唯一的 第七 第八 设定这个格式 色填满 第九 第十 我标那个底色 明黄色 确定 确定 假设我这边 我把它 我刻意打8 A 你看 是不是 它就直接标出来重复 资料清理 1 做排序 去看它的第一笔的资料数字是多少 最后一笔的资料编号是多少 然后再来做 重复性的查找 明镜需要您的资料数字